大家好 今天我们介绍针法 钻石绣 我首先再布上画了两条竖着的平行线 并且做了等分点 这样一和二三和四是相对应的 首先在点二出针 右边点一 入针之后向下一点点 大概一毫米左右的距离 竖着出针 这样就在一和二之间 绣出了一条直线 然后如视频所示的方法 在这条直线上 我们给它 穿绕一次 然后收一个结 收出一个结 在一和二的这条直线的右端 接着我们用相同的方式 再收出一个结 这一次呢 是收在这条线段的左端 接下来 在点二往下一点 大概一毫米左右的位置 入针之后 在点四出针 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绣制出了 两条平行的这样的直线 并且在两端各有一个结 然后穿过第二条 横着的直线 将线由视频所示 绕在针上 捏住我们绕的结 然后收线 这次又收出一个结 是在第二条横线的中间位置 拉出了一个这样的三角形 然后在点三 入针之后呢 往下一点 大概一毫米 出针 这样呢 一个针石绣的 一个单元就绣好了 之后呢 我们就重复之前的步骤 先在右端 绕出一个结 然后在左端 也绕出一个结 左端绕完之后 在左端 刚才出针点的 向下一毫米左右 入针 再往下一格 点六出针 然后呢 在三和四之间的这个线段 这里 穿过 由视频所示 绕一个线环 收紧之后呢 在三和四之间的这条直线上 拉出一个结 把它拉成一个尖角 然后在五入针 向下一毫米出针 继续重复之前的动作 我这里呢 多绣几个 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 找到它的一个刺绣的规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